建立一下网络的视频 这种情况就来分析他结束运球的点啊 这个手托着球这一下 这已经是结束运球了 这相当于合球合走了 01234步 这相当于多了一步 这个是一个走步伟利球 这个动作野球场景还挺常见的 大哥队员经常会用这种 用肩和胳膊的关节去开路的一个情况 这个视频角度不好 不知道有没有打到脸上 这如果打脸上了 我在现场我肯定就吹掉了 野球场常见动作2 典型的用手臂扩张自己的圆柱体去清扫障碍 这是一个典型的进攻犯规 我想打球的兄弟多多少少的挨过这招吧 走街道 来队上车 这是一个万分 无效 两分肯定有效 第一呢从裁判名哨节点来看 进攻队员已经结束运球进行上篮了 第二呢翻规后的上篮并没有发生走步的为例情况 所以综上所述两分有效 这种手势啊 这个分场合分地点 就有的裁判他就会给技术犯规 但是我就是想问啊 他们这种比赛是必须得能跳一段舞一段 才能参与这个篮球比赛吗 有没有在这边生活的兄弟们给我解答一下 这种手势啊 我可以说 我可以用这种手势的